HELLO! 各位網民 真是有點兒相感 雖然還沒到星期三 7月15日晚上 6時45分跑第一場 差不多到10時50分 跑最後一場 我相信滋滋著著,跑完馬也要星期三晚 7月15號的11點才殺科 殺科戰最可惜的就是沒有了我的好朋友莫雷拉 因為他今年已經好像第六次被罰停賽 被罰停賽六次,罰款或者罰的日子會加上去 但是因為季尾和騎士少就沒有罰日子 日子只能罰最後第一天,加上15萬 還好就是星期日成為騎士王 以及贏了三場,又有 pace 所以我還沒跟大家拍這個YouTube影片之前 我有跟他通訊,告訴他 本來想著他這個星期沒有馬跑 好,差不多就是踢球的日子 可以多加幾場去踢的 無論是對老的,或者是對學生 他都要大波刃的 而且我們找到球場和對手 不是會令騎士麻煩的 同樣我也有傳一個短訊給Derek 梁家俊的,一樣都是說 沒得出外,沒得游浮 通常他會跟太太,或者跟他兒子去游浮 但是今天沒有了 梅拉又沒得回去巴西探媽媽了 因為巴西是,繼美國之後 全世界最多人感染到是Coronavirus 真是真是糟糕 可以說說真是 這一年是馬會給到一些歡樂 我們馬迷 當然給到我 也是唯一的工作 我每星期有得做兩次的 就是做YouTube Channel 開馬之前的預測 以及有得幫報紙寫稿 講講講講講講講的故事 講講講講的歷史 如果不是有這些工作 就算有馬跑 他人都沒有意義的 對吧 當你工作停頓的時候 就很慘 好像由這個星期起 本來是希望學生考完試 可以教他們足球書記班 整理好人 校制中學的甲業秉組 可惜現在又要停頓了 至於跟騎師們的友誼賽 跟朋友們的友誼賽 有些停頓 真是相當慘的 一個英文字 Permatious 真是相當動盪的一年 不過始終 這個是9月初 就會馬貴重來 希望到那時候 馬貴就已經可以 香港的疫情 可以今次這麼嚴重 這麼嚴峻的第三波 希望已經停了 大家記得在暑假 喜歡我 我會有些足球的影片 或者有些有趣味的影片 拍給大家看 賽馬 我相信都是騎士的日事 或者如果有踢球 就會怕那些 如果不是 老實說 飲食業 現在看來是 只要五萬六 我要停頓 所以 作為全世界的人民 無論你是哪個國家的人 其實 都是難逃 我剛才說的那個 動盪的劫數 真是 very very 相當 tomultuous 認真動盪 真是 害時出生 這個是coronavirus 害時出生 最後一天 跑馬 也看來 陳奈落定 姚本輝 會有機會 我相信 九成機會 是得到 本屆的 蓮馬斯冠軍 所以呢 尤其是 如果他明天 在頭三幾場 贏到一場的話 高東尼 就無法追 反而 如果呢 若然 明天 姚本輝 一場都沒有贏 而 呂建威 省四球 贏四場 好像他先前那樣 分分鐘 又有些 大冷門爆 不過 我覺得機會 兩個 渺望 沒有機會 講一下第一場 先講一下第一場 第一場 就是 我覺得 是 我喜歡 給一個機會 何良 是 可以試一下 拿回一個win 正式合格畢業 一贏多一場就行了 就是3號的喜營運 加上就是 蔡明少 這個冷殺手 騎 文家良的 智聰明 是 9號 加上就是 葉蔡如果明天殺馬 有幾場 他的馬是有分量 當又好的 就是蘇迪雄 又是 他的finally 他的殺科戰 騎馬 明天他就會改造 在馬房工作 做騎馬人 10號的放馬過來 第一場的dips 就是 正的 星期三 快匯局 殺科戰 如果真是 長長 這個是 刺熱門的馬 我頂多都會 就是 用一匹 把他放下去 和我那些冷門的馬 合併 因為 在最後一天 還去 這個 希望日本贏 當然是 希望爬冷 過到一兩關 才有少少使用過暑假的 這個 The Long Hot Summer 雖然 我相信 對於馬會來說 是大約 給騎斯 列馬斯三個禮拜休息 而已 在這個 8月 10號 左右 全部 騎斯 列馬斯都是 開勢工的 所以 這個會是 嚴熱 但不會是太長的 暑天 來的 那麼 第二場 我第二場 就喜歡 上星期 有四個 兩個 因為 加上有五場 入圍 有三個 兩個 的 周進落 第一次 很多人說 他不認識快會谷 其實怎麼會不認識 他經常都在快會谷 騎 試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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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 跑草地 他一定有份 所以 我就喜歡 文家良 那匹馬 在最近 1000 他跑到 第三名 我想 給薛恩騎 是沒有綁架 這次 輕飄飄 114磅 立個一檔 這匹馬 你不賣 你真的浪費了一個機會去捧周進落 這個是十磅長的 至於腳 我都喜歡一匹 經常跑千二 是賣不到尾 但是 有頭的 就是 這個 喜喜綿綿 丁冠 就是 駁了這匹馬 用過很多人騎 又用過 何宅堯 又用過潘頓騎 也是 最厲害的潘頓 在泥地跑 第四 今次 有十二倍 我覺得 要拖 甚至 你喜歡 買對夢圈都可以 至於另外一隻 是QT 腳 或者 有得分的 就是 苗里德騎 就是我同學的哥哥 陳友越先生的馬 什麼馬 他都有封字 他的弟弟和我 從小 讀書 讀大 在香港讀中學 在美國讀大學 但是他弟弟也不跑馬 陳友越 就跑馬 他那匹就是 田太安旗的十一號 風仔 當我媽媽而已 但是 3344 會在這 展傳 去到第五場 第五場 很多人 都給 提示 給潘頓騎 騎 Frankie Law 羅富泉 馬房 那一隻 超威星 你真的要看 羅富泉 明天的馬 在投機場 去不去 因為星期日 他的馬 已經好像 收爐 正如 好像 霍利是 收爐 那 超威星 是很高的 但是始終 他也是跑 2 3 4 沒跑過第一 那一個 那一個 五檔 抽到那一個 五檔 我覺得 反而 譬如 如果你 信扯的話 隨時 倒一邊三批 一號碼 舍恩騎 是 阿高 馬房 你知道阿高馬房 真是古靈精怪的 不冷不吃的 有二十一倍 有十七倍開票 開票的時候 是二十一倍 現在 我看 是有十七倍 這個舍恩 這陣子的手風很順 所以 所以 Q 可以說 澳洲幫的 馬 1號 和6號 16Q 但是 留意一下 如果8號 那些票 是 太過勁的話 那你不妨 找一隻一泥拖 拖六八 因為 誰知道 史著峰 是 見真章 還是 潘頓 見真章 但是我就喜歡 詩恩的1號 講完第五場 再提一提 大家 記得 訂閱我 訂閱我 然後 當然要 like我 兼及 分享給你的朋友 雖然是 暑天 也有 很多 是我的 Peterson 網民 支持 因為暑假 我還會 講很多 體育 好像 歐聯 另外 或者歐洲 邊 好像 伊甲 和西甲 他們的冠軍賽 和 逐總盃的冠軍賽 四強 亦都 愛好NBA 的 球迷 如果真的可以 如期舉行 會在九月 九月尾 打完 今屆的賽事 終於有個冠軍 我都會 跟大家 一樣 講一些 是NBA的賽事 的花絕 或者歷史 或者誰打得好 不過 有個壞消息 就是 他們 喉斯頓的二哥 韋斯布陸 是 Test Positive 就是 陽性 新 新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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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幸 但是我想說 如果一對 波友的主將 染了的話 分分鐘 如果再多多一個主將 驗了 猴斯頓 玩不玩都 真是未知數 好了 再講一下三寶 第七至第九場 我都喜歡一號碼 一號碼 你不妨買一個 是孖寶 以及 第七號孖寶 第八號孖寶 以及三寶 第七場 我都喜歡 又是 紅 這匹馬 但是這樣 你一定要看 阿霍尼士 有沒有搏馬 如果沒有搏馬 這一場就看馬 好了 至於 第八場 我都喜歡 有十磅減 周俊樂騎 沈集成的 一號碼 就是勇猛神駒 余潤先生 這個老牌的馬主 他和兒子 總共有十多隻馬 什麼神駒 什麼神駒 勇猛神駒 是他最近最準的一匹馬 也是四歲 他的馬 現在這匹馬 會是前列的 拿著五檔 是OK的 因為通常 遠兄的馬 或者兒子的馬 都喜歡猴上的 第八場 我介紹這一匹 另外第九場 我介紹兩匹 都是有一個一字的 就是一號 就是 明晉之星 是快會谷 今年的狀元 史玉峰跑他 是試過跑冷門的第二 這次是六檔 其實不要緊 如果出閘 在前四匹馬 跑二鐵 也有機會 另外一匹 就是 勝利威龍 十一號 就是一號和十一號 都要買 如果你買一號的孖寶 第八口 就是一拖一十一 如果是霍利時的馬 可以搏的 買三寶 就是一、一、一 和十一 這樣玩法 這個很便宜 而已 是二十元 兩條飛 就是勝利威龍 李健威龍 李健威的馬 他是被何宅遙騎 這匹馬 最近贏了 升班 減了一磅 潘頓就騎不到 所以潘頓就要騎 勝利風帆 也是勝利 所以你如果覺得勝利好聽的話 買一票 兩隻勝利 單Q 都可以 就是美場有呼叫一下 多謝大家 一年的支持 我也多謝馬會 給我美好的時光 以及充實的時光 可以做事 可以享受 看飽馬 Thank you 拜拜 你看 是 happening connec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